碰到净土 抓住这个法门 就是抓住阿弥陀佛 最要紧 知道这些世间 一切乏如梦幻泡影 不是真的 你就不要再想他了 不要再执着他了 油很好 没有也很好 你就得大自在了 那丢掉了别人用 好啊 那东西总得有人用吗 他用我用不是一样的吗 活必一定要我知尊 你的信仰就脱开了 如果这些理事 你不搞清楚 不搞明白 很不容易放下 清楚明白 哎呀放下太简单了 这是我们看古生引信心 看佛说法 看俗斯大的讲经 你看人家那些注解 很简单的 点到为止 可是在现在人不行 古人那种点到为止 我们看不懂 不知道他说什么 一定要露锁 一定要细数 那佛陆在世的时候 有没有学习讲 你不需要讲啊 那个经上记得就是佛讲的 还用得着解释吗 所以听众一听 全明白了 可见的这个根性呢 也是一代不如一代 什么原因 社会是一代比一代复杂 这是现在人讲进步法 一代比一代进步啊 进步太快了 人头脑都糊涂了 从前不进步的时候 头脑清醒了 为什么呢 他没有那么多拉杂东西 现在你说头脑装多少 每天看电视 看网络 看报纸 看杂志 你看那个头脑多复杂 在过去社会里 全没有啊 我们是乡下人了 生长在乡村了 乡下人只知道什么 真的古人家 日出而作 日末而习 问他什么 都不知道 他头脑很单纯 所以人很老实 读书人讲的话 都相信 对读书人非常尊重 学过圣贤之道 四冲工商啊 无形当中啊 行尘了 阶级 杜输人 虽然 虽然 物质环境很贫乏 穷秀才 但是 很有地位 在社会上 大家都得到非常尊重 听他的 所有争论 在以前没有警察了 也没有这些罚官 农村里面有 真正发生问题 怎么 找回念书人 评评理 他说了算 没人不服的 这 社会才能安定 天下太平 现在知识爆炸 天下打乱 我们细心去回顾 冷静的观察 你全看到了 再看底下一段 第七 因无限 为往昔因中 称发戒心 修无量殊胜之因 故今得苦 妙用不变 这个因不是别的因 是家里修行的因 我们今天遇到佛法 遇到之后 能生欢喜心 能发心学习 其而不识 过去的因 过去的因 厚啊 不是一生 一世 往昔因中 你所修学的 都趁发戒心 神仙的教会 佛菩萨 佛菩萨的开始 都是从信德里面 流出来的 佛菩萨讲经 完全是从自信当中 流出来的 这个意思 一般人很难懂 我们现在人 给人谈话 在日常生活当中 起心动念 不是从自信 发戒心是自信 不是从自信 从哪里呢 从意识 意识是什么呢 我们就思考 这该怎么想 讲 该怎么做 都通过思考 思考是 第六意识 第七识 第七识 执着 永无有没有利益 这是第七识 所以他不称信啊 称信的人 其心动念 没有自己 就承信了 你有自己 就不承信了 为什么呢 莫纳什在里头 他在里面做障碍啊 没有莫纳什 那其心动念 是大公无私 他为一切众生 去想啊 为一切众生 去做 绝对没有自己 丝毫利益在里头 由自己丝毫利益 在里面 夹杂着 莫纳什 这个就是从性识 从这个社 情识里面 伸出来的 我们从情识 就是阿雷耶识里 伸出来 忘心 不是真心 真心是自信 是修 无量 殊胜之音 深深 世 任何一个 称佛的 不是一身 成就的 会能大肆一身 怎么那么轻而易举 几句话之下 就能大吃大悟 就民心结信 什么原因 过去 深深 世世 修得多 这也是 他成熟了 就像花果 我们 在这个果园里面 看到这个果实熟了 长熟了 你才去猜它 没熟的 没熟再过几天 真的熟了 你才猜它 都要通过时间 无量姻缘 我们看到会能 他成熟了 这不稀奇 那我们还要通过 多生多世 也会像会能大师 一样出现了 但是我们不要走那个弯路 那个真是弯路 那不是直路 到西方极乐世界 成就是直路 这绝不是弯路 无论过去深中 我们修的因 是钱还是深 都不要去灌它 碰到净土 抓住这个法门 就是抓住阿弥陀佛 最要紧 知道这些世间 一切瓦如梦幻泡影 不是真的 你就不要再想它了 不要再执着它了 油很好 卖油也很好 你就得它自在了 丢掉了 别人用 好啊 那东西总得有人用吗 他用我用 不是一样的吗 后面一定要我执着呢 你的信仰就脱开了 如果这些理事 你不搞清楚 不搞明白 很不容易放下 清楚明白了 哎呀 放下太简单了 阿 利 陀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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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